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我国昨天虽然新增一名本土个案 但因为是属于新北市的旧案 有医师认为台湾这样已经可以算是7天零确诊 不过就算在持续7天加零达成14天零确诊 以目前国内疫苗的两极覆盖率 还有在国际间持续有Delta病毒肆虐 二景几间要再降级恐怕不太可能了 不过有感染科专家建议 像是健身房还有餐厅内用共识等 都可以再适度放宽 应该要尽量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 中秋假期刚结束 外籍优先廉价人潮是不是会冲击疫情 我国虽然22号又新增一例本土个案 但因为是新北市旧案 有医师认为台湾距离上一例9月15号染疫的 陶勤清洁源后没有再新增感染源不明的病例 等于是7天零确诊 如果再持续7天加零达成14天零确诊 台湾下一步防疫到底可以怎么走 你能不能降级最大的关键在于你的两剂疫苗的接种率 两剂目前要接近百分之十 要降级的话会有点勉强 台湾目前很可能就会在二级里面放松一些措施 医师普遍认为由于国内疫苗覆盖率无法快速拉抬 再加上Delta病毒在全球肆虐 二级警戒短期内恐怕都不会解除 但在二级之内是不是可以再放宽 专家则是看法不一 有医师觉得解封空间有限 也有感染科专家分析 其实健身房 餐厅内用 还有朋友间的小型聚会都可以再放宽 尽量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模式 如果全部都打过两剂疫苗了 是不是就可以 这些规定又可以放松了 就可以放入在同一桌共识 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方式 清零这条路是不太成功的 可是你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还不如去走与病毒共存这条路 要以流港作为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典范 全都过来防疫要靠边境严守国内感控 还有打疫苗三只脚支撑 才能迎震求冬 第九天宁凡退后导 校园BNT接种作业持续在进行中 高雄三性家商施打首日 就有不少女学生因为怕打针边打边哭 还有人因为打针很痛决定要请疫苗假 另外在台南昨天施打疫苗的官庙国中 还有慈激高中总共有1372人完成接种 但是有510人因为身体不舒服陆续请了疫苗假 打完BNT疫苗女学生心有余悸 因为打针很痛决定请疫苗假 高雄三性家商进行BNT接种作业 但不少女学生一听到要打针都红了眼眶 还有人边打边哭 志工和医护人员连忙上前安抚 尽管害怕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听父母的话 乖乖打针 赶快去打疫苗啦 真的是哦 赶快打一打啦之类的 感觉自己儿子好像夸他死了一样 三性家商总共有2042名学生 其中有1824人愿意施打疫苗 还有218人观望中 但其中也有学生认为疫情稳定 坚决不打疫苗 另外在屏东美和科大 一早接种状况顺利 副县长也特地到场关心 他其实的手续的部分 会比其他的疫苗来复杂一点 所以有些提起来他们 而前一天率先接种疫苗的 台南观庙国中及慈济高中 总共有1372人完成施打 其中510人因为身体不舒服 请了疫苗假 手到现在比一般疫苗还要酸更久更痛 为了落实校园防疫安全 BNT接种作业刻不容缓 卫生单位也提醒学生和家长 施打疫苗后不舒服 依照规定可请三天疫苗假 让孩子能够在家好好休息 记者黄富奇 肖志远 苏世伟 台南平东高雄 综合报道 校园施打BNT疫苗 台中市规划从今天开始 而且全市130所学校 尽量都安排在下午施打 用意识让学生们打完疫苗就能回家休息 不过慈明高中是少数全天施打学校 所以也特别的注意学生的身体状况 而彰化一共有59000名的学生 预计10月8号之前要打完 上午由田中高中率先施打 现场还来了很多医护人员 一边录影一边了解程序 当作见习 疫苗要放哪里 疫苗来了 校园施打BNT 彰化从田中高中开始 因为是第一次打BNT 医护人员也很紧张 要关门 拿到的疫苗是浓缩液 所以得摇晃后 再注入食盐水稀释 再摇晃才能接种 现场还有很多人 拿手机摄影机拍下流程 原来他们也是医护人员 是来见习的 准备就绪学生陆续进场 活动中心都围着布幕 让学生单独施打 避免晕针 接种后感觉怎么样 上午田中高中有307人接种 状况良好 台中也是23号开始接种 而且全市130所学校 尽量都安排下午施打 用意是让学生们 打完疫苗就能回家休息 不过慈民高中是少数 全天施打的学校 学校都有提醒我们早一点睡 拿也要多喝水这样 云林同时间也在振兴中学 林内国中 轮被国中三所学校率先接种 这个学生考虑很久 再轮到他接种这一刻 决定不打了 今天身体有不舒服吗 还是说临时决定不打 没有 就临时 对就是父母同学考量 父母也建议说不要打 对 学生意愿书是选同意 但家长临时决定暂时不打 也提醒学生打完疫苗后不要做剧烈运动 注意身体状况 如果有不适要尽快反应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 新北市昨天傍晚传出 红孩子公司员工确诊 那么师傅证实已经启动疫调 目前办公室接触者检验都是阴性 至于受到幼儿园群聚案影响的 板桥社区大楼 逼动住户383人 今年凌晨解除隔离 回家之后还要再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他们也希望可以比照A栋的住户 办理专案施打疫苗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表示 会尽快安排 一台台专车开到板桥社区大楼外 隔离了14天终于可以回家了 喜悦之情一语言表 但回想隔离期间的心情 这里面很煎熬 觉得很不自由 但是也是要配合政府 住户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有人收到红蛋淘个喜气 也有家长抱个小朋友带回许多市府送的玩具 但他们心里其实更想要的是疫苗 当然希望啊 我希望是大家可以集体打疫苗 对对对 会我们很想要打到疫苗 有反应 用专案处理 希望啊 毕竟隔壁的A栋住户 已经专案施打了疫苗 但先前疫情比较严重的B栋 383名住户都被隔离 多希望能比照办理 他们的新生政府听到了吗 此外幼儿园大多都是年轻家长 七八年级生却是疫苗孤额 打不到也轮不到 让侯友宜感叹 政府看到了吗 至于幼儿园群聚是否结案 还等中央判定 不过有鸿海子公司土城厂的研发工程师 快塞成阳性 侯友宜做了说明 根据了解办公室接触者快塞都阴性 目前已经进行疫调 并进行预防性防疫作为 但算不算确诊还等中央判定 继续成员侯志伦新北市报道